今天把预算拉到满 好好把我们家后院的花坛给整一下 总是梦想着在自己家院子里 种满自己喜欢的花 太激动了 这里的形状已经出来了 今天只要去商店买好材料就行 我先给你做个好吃的 我们先吃饭吧 然后我们再去买石头 来打两个鸡蛋 那你来我正好炒两个菜 开心吧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想要做饼吗 因为家里没米了 炮一炮 你需要帮助吗 不用了你扛着吧 你需要帮助吗 我可以做什么 那你把那个饼给弄了吧 会弄吗 对 对 对 20 seconds 我啦 哇 我喜欢这 你坐上瘾了是吧 最近好多粉丝都说我胖了不少 新房子也住进来了 开心爸爸的身体也稳定了 吃的也就多了 心情也就好了 也就胖了 以前做饭几个菜炒下来 自己也就没胃口了 油烟太大了 做饭的姐妹们不知道有没有同感啊 自从用了这个铸铁锅之后油烟就少了很多 在美国总是找不到很多秤新的爆炒锅 后来呢我就在华人生活馆试一试买了这个锅 现在炒中餐我都离不开它 它没有涂成特别的防磨耐瓜 受热均匀给全家炒菜吃我都是挺放心的 北美的姐妹们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华人生活馆的厨具啊 很简单 很快 你看 跟个傻子一样的那么快乐 你拿纸擦就行 得不用水洗 看起来 看起来就像我在洗衣服 快点过来吃饭吧 我不知我和其他傻子的傻子 一个一个 你拿什么调料都没放 你放什么的 你放什么的 Garlick and spicy 少吃点啦 这就是这样做的 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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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午简单吃一点 因为还有事情要干 晚上再做大餐吧 下次可以给欣欣做千层蛋糕 这个挺好用的是不是啊 嗯嗯 还可以做春卷皮 可以考虑给欣欣做榴莲千层蛋糕 大家还有没有知道这个薄饼机的用法 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 在评论区 我学着做做看 你找到这些 华人生活馆 破壁机 还有我们吃火锅的锅也是在他们家买的 手套拿了吧 对 对 嗯 你买什么 呃 床店 呃 客房的床店 一直在忘记的东西 看 看 整天说我不记得东西 自己也不记得带水 今天很暖的 开心吧 一会我们去商店 你给我拍视频 我来搬砖好不好 什么 很多粉丝都关心你嘛 说不能让你干太多活 但是我喜欢工作 我喜欢移动 我喜欢移动 如果我没有移动 我会觉得 不利 我感谢大家 问我 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啦 因为开心爸爸的医生也是多建议 他多运动运动的 还有很多人说我老是让开心爸爸干活 其实也不至于啦 只不过我自己干活的时候 没人帮我拍视频 开心爸爸老是躺着的时候 我也不会拿着手机去拍他 好我们直奔主题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石头吧 跟前院一样 斑吧 小了不行太大也不行啊 是的 这里都破的 只能挑挑剪剪的 下面都比较大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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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一熟嘛 不能再买多了 再买多 车里也要放不下了 来的时候气势松胸 说要预算拉到顶 哎 这么多 如果我们铺一层 我们还要再跑两趟 那个小推车里面装满了土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用 我们今天要拿手搬那个砖头 三十块 搬几趟也行了 我一趟只能搬个两三块 我一趟只能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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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爸我来搬 你把这个造型摆好啊 嗯 I can feel my muscle 开心爸 那边还有沙子可以搬过来 填平 嗯 sand 嗯 哎呀 最后了 没了 快喝水 I have my spikes 不喝辣刀 还好只买回来一层 要是买回来三层 那是肯定要搬死的 今天 底下铺好了之后 再买上面就好多了 反正今天应该买不了了 so the calculation might be different 开心爸把说 最起码要铺四层才好看 但是这个一层是180美金 四层大家自己算一下 没用 这边好像本身就矮一点 这一边 你这个坡度这样是斜下来的 对 我这里帮不上什么忙 我就 拔草了啊 又有一些 杂草长出来了 高一点 连根拔起 这边弄完了 不要再弄了啊 休息休息 视频拍不完就拍不完了 所以他去吧 我看看有没有小一点的石头啊 其实还行 你再把那两块装往后一点点 往后挪一点点不能挪了 可以吗 行 这一边就算完成了 大家觉得我应该铺三层还是铺四层的 这一层这么高 两层大概这么高 对吧 三层大概这么高 四层就跟那个齐平了 好了不干了不干了 说什么也不干了啊 这边铺完了 大家觉得我们这一层上面还要再叠几层 我们总共叠三层还是叠四层 叠四层可能就要跟这个上面齐平了 但是一层想到一层一百八 大家帮我们出出主意 看看划不划算 说什么也不让开心吧 干了 行了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评论区告诉我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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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